你就永遠就可以了 你看它搓也是很輕鬆 兩下子就起來了 可是你怎麼搓啊 怎麼就搓不出來 可是當你會了以後 好像你就可以跟木頭 好像就能夠溝通了 熱熱熱 其實不只是摩擦 不是物質性向 還有很多的 心力在裡面 當你那個訊息對了 會了就出來了 一次成功以後 你有信心了以後 如果你想說會不會著啊 一定不會著 你看他們就是開始會用火 然後這是駝鳥蛋 他們就是 我們就發現說吃駝鳥蛋最好的方法 就是這樣子 用個土 那邊那邊土很乾淨 絕對沒有任何污染 然後就把土燒熱了 然後 然後把蛋倒下去 然後把土蓋起來 烤熟了以後 這就是 蛋餅 蛋餅 還有大量筐物質的蛋 他們這個筐物質也吃嗎 上面的筐物質也吃 也就是你把它拍一拍 拍一拍就這樣吃 其實土不難吃耶 是我們心理上的一個障礙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土 沒有像它那邊的 它土 人家說你到了非洲 只要 風 飛起來 土在進你的鼻子裡 聞到那個味道 你又沒有忘不了它 你就會 一直想要回去 所以那個 這個 這個 戶熙曼呢 我們在研究他的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他的族群非常和諧 年紀大的人 壽命很長 那我們就看到他的活動 他們老人很多 而且老人到最末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他 他那個 他要走的時候 要離開這個人 世間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唱歌 然後大家都會 跟他舉行一個儀式 開始唱歌 在最末 唱完以後去睡覺 第二天就 他們有沒有病痛嗎 他們有巫術 等一下我們看 就說 我們看 有沒有病痛 有 有啊 很少 他們很健康 那如果以 以我們的問題來講 我們真的很難想想 那你看 這他們呢 他們除了採集植物以外呢 其實他們也吃肉 可是他們要吃肉的時候呢 他就非常不容易的一個事情 他一定要先晚上生一堆火 然後開始跟 開始唱歌 然後他就會看到某種幻影 那看到某種幻影以後呢 他就會把那個幻影告訴長老 那長老就說 哦 你看到 他說我看到一棵樹 樹什麼形狀 旁邊有個石頭 那第二天長老說 那你就往東邊走 往西邊走 在什麼地方大概多遠來去 哎果然 他所謂夢到的石頭在那裡 樹就在那裡 果然旁邊 一絲 那個 那一絲 一絲 打的那個大羚羊在那裡 等他 他一去 跟他夢境完全一樣 哦 那他就開始 追那個動物 那動物就開始跑 那你知道嗎 非洲的動物 非洲是日夜溫差很大 大概日夜溫差絕對超過20度以上 所以白天很熱 那晚上很冷 所以所有的動物呢 沒有衣服穿了 所以晚上必須要披餓 可否要不然過不了 那第二天很熱才知道 躲著樹蔭架 大太陽下面是沒有東西跑的 他們就是在大太陽下 太陽出來他們覺得很有希望 就開始追動物 動物就開始跑 跑一跑跑跑 跑了100公尺以後動物停下來了 你才跑到40公尺 它可以讓你 等你跑跑又差不多10公尺 才又開始跑 可是一次一次這樣跑 動物跟它的這個時間距離越來越短 動物能夠休息的時間越來越短 所以它可以追一個動物跑五六個小時 把動物追到倒閉為止 熱到它你受不了 沒有辦法散熱倒下去 所以它完全靠打動物 它不是像我們現在用什麼 很遠距離 它不是 它都是用跑 用追的 它是全身光溜溜的 所以它散熱很好 動物沒有辦法 你看它們會對動物的足跡 但是它們很奇妙 它要動物倒下去以後 它要射殺這個動物 它用一種有毒的劍 就是有神經麻醉的毒性的劍射殺的時候 一定要用跟動物做死亡的對話 用它眼睛去看動物的眼睛 好像說這是一個遊戲規則 你同意嗎 如果對方同意了 它就就射箭 如果對方不同意 覺得說 我今天剛好腳受傷了 我擺它 甚至不如 像是在鼻子 那它就不能射它 所以它一定要做死亡的對話 對方同意了 它就射下去 那射下去以後呢 你看它們的這個是用 用一種 蟲的那個神經毒素的東西 來射它 所以都一麻痹就 就走了 然後就這樣 然後它們就開始 像是藏進路 對 這個肉很多 然後它就開始把它肢解 那肢解以後呢 就扛回來 扛回來 那扛回來就分給大家吃 像這個時候呢 它們抓一條蛇 你看得到的動物 你看得到 看不到的呢 在洞裡面的 它要鑽到洞裡面去 鑽到蛇洞裡面去 把蛇 挖出來 人鑽到蛇洞裡面 不是手 都一樣 一定是先手 然後人再鑽進去 你看這個蛇 就被它抓到了 那抓到以後 最奇妙的事情 開始了 它抓到的動物 分給大家吃以後 那它第一件事 要做的就是 晚上要生一堆火 那大家所有的族人 見證 在這個火堆 它們就開始唱歌 安慰那個被 殺掉那個動物的靈魂 然後你看看 它們就開始跳舞 那跳舞的過程你看 它的族人呢 結果那個草 綁在自己的腳上 相互摩擦 在摩擦的時候就感覺到 你有沒有感覺到 蛇好像穿過那個草叢出來 那聲音就好像蛇 重新復活了 那每個人也感到 就像草叢裡都是蛇在鑽 那最末 有沒有 這打到蛇的人 要變成那條蛇 它鑽到土裡面去 你看它就是最末 它鑽到土裡面去 它完全變成那條蛇 所以呢 它這個部分就是說 這時候它跟蛇完全結合了 所以它們所稱的 人有萬物之靈 是人的身上有萬物的靈魂 跟我們講法不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狼心狗肺 你也可以舌結心腸 你可以幻化成任何的動物 它們就是 所有動物的能力它都有 所以它跟我們講說 我們萬物之靈 我們兩個解讀的方法完全不一樣 它們就是覺得說 它跟它是一種結合 我吃動物 就是我比它強 它靈魂觸到我的身體 我們有一個更強壯的身體 更有生命力的力量 東西就要演化了 這完全符合基因的一個概念 我們身上的基因 其實跟很多所有的動物的基因 往前推演 一個一個分擦 我們是最精密的 就是我們累積了更多更多奇妙基因 然後在環境裡面 我們讓它顯現出來 它最能夠適應環境 那其他的東西它是潛性的 那我們都存在 好 那我用作 整個分擦 那我用作 整個分擦 這樣 不對 對 沒有 剛才那個完 喔 講到那個 對 這就是我們在那個 在非洲 後來我們就開始做艾滋病的研究 我們剛剛講就是研究基因 做艾滋病的研究 那為什麼要在那邊做呢 因為那邊有大量的艾滋病要走的人 所以你可以使各種的藥 其實 你在別的地方沒辦法做 沒辦法 它直接就做人體實驗 那我們也從了西方的醫療 跟他們原來的原始的巫術 後來我們發現他們的東西有用 那後來我們有治療艾滋病成功的 一個經驗 那是西方人認為艾滋病是不能好 只能控制 完全打破了這個迷失 如果艾滋病可以好 沒有病能夠 沒有任何的病 沒辦法 就是你要身體要給他這個訊息 要讓他知道他應該怎麼做 那就是你看我們這裡 這些小孩子 其實這邊都是艾滋寶寶 他的父母親就艾滋病死掉了 那後來我們在非洲就是 讓很多小朋友 恢復去學他們原始的巫術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有個很奇妙的經驗 那非洲人就是多慘 這一個媽媽 你看看 可能二十歲左右就 小孩子很多了 他們十幾歲 十歲從頭就開始生小孩 然後生的也超多的 那非洲有個很大的特色 他們很開心 他們永遠是笑嘻嘻的 那物質很缺乏 可是呢 他們很開心 他們什麼時候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那我覺得說那是一種 心態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發現台灣 覺得台灣的生態 被破壞了那麼慘 我們覺得哇 其實我們的心態也是 我們也都是敗家子 把祖先留給我們這麼好的東西 不斷不斷從心態上 不斷不斷的破壞 讓它流失到最後 也是慘不忍睹 我們如果回去找到這個東西 我們覺得會非常感動 那他們呢 物質條件很差 可是他們永遠是很開心 他們最大的東西就是笑嘻 這是巫術 那巫術它大概分成兩類 第一種是植物類的 植物的巫術 透過植物來傳達 第二是透過動物 也透過鳥來傳達的巫術 這我們以後再來分 他們非洲很美嘛 你看它的這個環境 大自然 這個是馬拉威湖 這個湖有 馬拉威有三個台灣大 那馬拉威湖有 佔三分之一的國土 所以那個湖跟台灣一樣大 再不是非洲第一大湖 所以我說它那邊真的是 湖跟海一樣有波浪的 很奇妙 那我們就會去應該到非洲 你看這是什麼地方呢 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 計程車招呼站 上面有個牌子 這就是他們的計程車 我們覺得很厲害 他們車胎沒有氣的 他是用嘴巴吹 他用打氣頭 所以你看他的對活量 驚人 用嘴巴吹 他們也做很多陶瓷 這是他們的手工演奏 這是他們就是 這個西方的傳教士期那邊做的教堂 那最早會到非洲 都是西方的傳教士 我覺得他們很偉大 他們真的是 滿懷著上帝的愛 受拼全世界 這種宗教情懷 我們看看 我們很多的宗教人 是做不到的 我們在非洲那麼長的時間 很少看到 像他們這樣 而且永遠露出聖節的光輝 我們當然 對他的東西 什麼唯一的真神之類的 我們不以至於 但是他們的人真的是 完全是投入 你看這個就知道 這是他們的一個悲 就來著1890年死掉一個 1891年死掉兩個 1895年死掉一個 1896年死掉一個 又去那邊 霍亂 對那個 馬拉利亞 就是瘧疾 瘧疾 瘧疾 瘧疾死掉的 所以我們去非洲 我們就很小心了 所以你看這就是我們去非洲時候 我們大家會住的人 的帳篷 那帳篷上面要 一定要床上要划一些壁斧 因為這樣蚊子會害怕 因為其實都透過蚊子來傳遞 我們也用無數 很大的壁斧 讓他們的恐懼 蚊子的害怕 哇這麼大嚇死的跑得更遠 其實也蠻好的 點個蠟燭 玩到其實蠻有氣氛的 你可以聆聽大自然的聲音 玩到喝點紅酒啊 其實也是蠻 蠻有那種感覺 這是我們的洗澡 就是你去提桶水 然後掛起來 然後把那個 那個 蓮蓬頭打開 就這樣沖洗 外面 組一個組籬巴 圍起來 就這樣子 其實也可以過得 很原始的地方 也可以過得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有趣 跟大自然非常的貼近 那你看到這個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都很害怕 所以我們 我們每天到了黃昏 就趕快到帳篷裡面去 然後到太陽日出了以後才出來 因為蚊子大部分都晚上活動 不過最近變了 蚊子變成晚上不活動 變成白天活動 所以晚上咬不到人 它變成白天 所以它也會變 那我們去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個想導 他就是這個當地人 他就是幫我們去跟當地的那些 部落啦